军队上来,军队完全没有人啊 这老肉病残 是不是 好,开了符文 弹一下 推一个波 没啃 不管Walk,不只王杀他 杀他没什么意义 中央还是拿别人兵营 好 再开一路 左路也可以开的 向右走 270的光 配上光环之后 杨刀在酝鸟,杨刀估计应该已经好了 甚至还打一波肉筛 然后再去拿别人下路或者是拿别人走路 都可以 这近方完全也不敢过来打 因为 DK我们知道他有冰龙的CD问题 他不是一复活就可以投入战场的那种人啊 肉筛1200写的 还非常强悍的 好,这边真的过来了 这波肉筛如果打你们团面 那近方真的没得打了 插起NA过来 中了法流失,无所谓NA 发现现在也是炮灰 诶 这个真言补的不错 顶了一下 肉筛应该打不动 肉筛还是很耐打的 好,往回走 POM这个 刚才漂亮 跳过来 给了一个 跳大一个船 砸过来 又是一个E 我一套 几下直接把龙旗就让打了红血了 这边继续C住别人 一个F一个大 砸下来 船长进来 削谁 找不到人靴 这边是NA来追Walk 这边标记了 一刀 两刀 三刀 杨柱 四刀 五刀 六 哎,这个KS 好了,那么天天方 这个野外也是玩虐的精美方 只有威靠一个人苟且逃生啊 不行了 不行了 威靠敢下来把ES做掉 那些帕克 现在除了欺负小牛 也没人可以欺负的 虽然单杀挺猛的 但是有什么用呢 哎,没敢过来 选择回家 来守最后一路高地 实际上你有DK在做 想 翻翻也不是不可能啊 但是前提对方要出现失误 不要一个清兵 这一剑 我看这一剑 我看这一剑 没有 拿外塔外塔就不要守了吧 同志们 有什么意义呢 好 我 这个 爆了908 一刀把所有的兵全部给爆掉了 这钱刷的 天方当然还是不急了 我也不守盾 我想怎么推怎么推 我抓你个 出来打钱的失误 推你都可以 我五个人都在地 也去打钱也可以 我这边欺负玄雾也 我这边买把装备 扔到电上A着玩 也可以 对不对 不过现在我觉得应该出BOT了 这时候不该用假腿了 这口的话应该来说 强吸好了 这口因为 船长的话 他要有这种 直接飞过去拆的能力 这边上我来刷钱 我这个钱 出了 也要出幻影斧 加蝴蝶吗 我来等下一个T 不要被小兵A死了 泡沫还是怎么出上面就脆 没有续航界是不行 这边有两个T把钱刷干净 我们这越打的后面冰 冰越多 钱越多 钱不会越多 就是冰多了 导致这个钱多了 正好 这一个希望 因为现在船长打钱能力实在比TK快太多了 这边PAK还在 你刷钱有什么用啊 军方还是选择防守 没有选择任何的进攻 主要宙斯波浩 志勇兴在这个时间段 光法完全都是看客 一个人盯着DK一个人打 就只能和帕克跟龙 跟龙击是两个人 在那边输出 好 没啃一个往前推了 这一波 中转左或中转下都随意 这边中转下比较多 可能觉得打下来比较开朗一点 地形开阔一点 看看他暴几百多 那一下真的让人失掉了 这先刷着 现实中钱这么好打就好了 那我天天都 就找个地方farm就可以了 好了 我看NA 大根 到死都是一级 无所谓了 血撑起来了 而且甲也加了 起码要点一级啊 这个甲 这起码你看起来不好惹 还在下路推 还挺磨叽的 这个比赛 这个组队打野 主要也认为了给陈招怪 这三个单位人马上要踩的 大家注意啊 不要三个单位靠近人马 好 这边ES在推险 ES有推险能力吗 没有 一个W开视野 防止被干卡中路 赶快趁着就会打点钱 没人干卡你们 这边我们看是要绕到中间去杀人 直接是 船长消失了 看着一刀两刀 下路准备一波团战 存好钱买活 2600 ES存2600 船长2400 NV2900 光法1100 光法怎么还存的那点钱 这边蝴蝶碰的蝴蝶也好了 但是没头换衣服 闪尸还是有用的 也毕竟我老头大在那里 闪尸起码要用光了 大波推了一些兵 那这时候兵还有用吗 龙骑的建设 这种AOE很多 天下方的兵一般用处不大 好 这边又是一个波 推过去 一个流失弹 漂亮 点出 NA隐身走了 这边T一个刷钱 这边又是抽蓝 抽NA没蓝了被打的 好 吹一个 一个大下来 直接是散失掉 非常的快 好 这边又是技能出出 点死 ES回首还让F出来了 这很可惜啊 一个船砸过来扬住了 好 点一下 ES应该倒了吧 这边进来 削 暴击500多 船长能在打 但有强劲 实在打不动 沃浪和一刀倒了 这边又是一刀 两刀 三 这打冰就行了 打冰 隔山打牛的你会 牛直接买活过来 跳过来 一 杀掉 又倒了一个宙斯 这边的龙骑完全卡不住 又是被杀 好了 那么 精力方只能击击了 这下有什么好打的 只剩下一个 VGOS每次都保 防止自己满血啊 这种 这种保护自我的意识 是非常好的 跳过来又是一套 插起F到空中 点一下 VGOS也被散失住了 能走吗 弹了一下 飙了 走了 好 不管你直接拿高地了 这边跳过来 一轮死 好 直接拿你高地了 不用想了 非常一阶的男 这边又给了一件 哎 漂亮 好 GG 那么恭喜DTS 获得本次乌克兰比赛的冠军 那么这场比赛呢 MVP 我们肯定要给天台方的船长 以及天台方的这个 前妻的 这个谁呢 前妻的 前妻可能还找不来 第二个MVP 因为我觉得 瞎了后面挺惨 上午我觉得 蠢表现还算不错 在几次 我觉得他的这个召唤戏 操作还是非常到位的 他的这个小宝宝 那今天这边呢 我觉得前期打的 相当不错 这个中期就开始 开始虚掉了 虚掉了 那因为今天有点事情 我就先 不能再多 再做过多解释了 好了 我是贾平 那么希望你多多关注 我们每周二 每周五晚上的 DTSTV直播 第三w.dota.c 我的视频都可以在首页下载到 dota.cc 记住